被监禁的委内瑞拉反对派领导人诺佩茲敦促支持者举行更多示威抗议 同时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表示希望与美国总统奥巴马举行会谈 透过两个高层对话解决危机 委内瑞拉官员说示威引发的暴力已经导致137个人受伤 反对派领导人诺佩茲星期五呼吁抗议者坚决反对暴力 诺佩茲星期二向警方自首 马杜罗总统指控他煽动暴力领导了一场美国支持的旨在推翻他的阴谋 诺佩茲和他的政党 民意党抗议通胀率飙升物资短缺和犯罪猖欠 美国国务院说称美国是抗议后台的说法是毫无根据的 美国国务卿克里表示镇压只会令暴力升级并非民主社会所为 促请委内瑞拉政府与反对派对话并释放被捕的示威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